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睡工 这个是我们活了800年的棚主手用的睡工 据说当年成堂老祖 我们的棚主一睡就好几年 那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分享一下 首先这个手啊 大拇指跟四指分开 卡住我们的耳朵 一般这个动作是右握 右握啊 卡住我们的耳朵 这样手指再依次分开 遮住眼睛 小指在这个硬躺这个地方 然后躺下去 这个脚呢 如果是年轻人 这个大腿跟小腿的夹脚 要大于90度 如果是到了中年 就是90度 大腿跟身体的角度是90度 如果到了老年 就全了 全到这个走膝相合 好 然后这样 这个左手的劳工穴 搭住肩颈穴 全成一团 就这样了 这样睡三个呼吸 全身发热 不管你是手脚冰凉的 还是什么样的人 几个呼吸都会发热 这样睡觉不容易做噩梦啊 而且冬天你可能干的辈子 都会比往常要少一些 这个就是我们的睡当宫 也叫五龙盘体 这样睡觉有什么好处 大家看 所有的动物的睡觉啊 基本上都是全着的 就缩成一团 第一个 它养 养我们的气 养我们的圣气 那因为这样更具气 养我们的圣经 所以动物是很自然的 我们能因为加了很多控制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想寿命长 就学动物睡觉